呃呃呃 喂 老公我們都知道了沒 知道了 那你有洗衣服嗎 吃飯了嗎 那女兒呢 女兒 媽 門是拉不是退 哼 你累了嗎 保麗達蠻牛 精力充沛 保麗達蠻牛 大家好我是張大魯 今天代班吳念珍的 歐吉桑碎碎念 呃本節目是由保麗達基金會贊助提供 呃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題目 欸還蠻好玩的就是 這幾年來一直在台灣 有的一個運動 不能講運動啊 一樣事情叫做遊學 然後我今天找來的朋友 呃呃 他從澳洲回到台灣 然後 嗯 我認識他還蠻巧的 就是 我們是在他應該算是我的網友 然後我從2002年在 2002年10月份在 明日報新聞台開台的時候呢 他就是我固定的網友 所以他應該是從 我開始玩新聞台部落格 到現在將近10年的時間呢 他應該是元老級的網友 然後後來當然是 嗯 緣分吧 後來大家就見面就認識 然後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也參與到他人生的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譬如說結婚 好 然後 喔 那我介紹大家 我稍微介紹一下他 他姓陳 可是我永遠都不會記得他叫什麼 中文名字 因為我都一直叫他Sandy 喔 那他中文名字我也幾乎都忘記 甚至他姓陳 我偶爾才會忽然間想你說 喔 他姓陳 喔 那一樣 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的本名叫什麼 他也只知道我叫大魯 就很好玩 我們認識了 10年 將近10年 卻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緣分喔 好 那Sandy你要不要跟大家 說一下hello 大魯哥好 大家好 我是Sandy 你那時候2002年的時候 為什麼會看到我的部落格 當時還在念書 然後可能在網路上就覺得 很無聊 就看一下那PC Home的網址 因為那時候你的排行其實已經在蠻前面的 所以我就點進去看 點進去看之後 被你的文字還有照片 就覺得這人很有趣 而且特別在用一些很 虧諧或者是機車的話語 在形容一些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一些他在 當時還在當攝影記者的時候的一些 拍到的立法院的現象各種 那我就覺得在就是念書之餘啊 在每天這樣子看就覺得超有趣的 所以每天幾乎都會點進去看 而且他的你update也蠻勤奮的 所以就覺得變成說是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對 因為我好像記得你曾經寫信跟我講說 你每天早上開電腦 第一件事情就會連上我的網路 對 沒錯 就是第一個打開的網字來看 對 我是還蠻感人的 那我們就聊到你在澳洲念書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跑到澳洲去念書啊 其實我在2000年的時候呢 當時就已經有到澳洲去遊學過了 所以你是先遊學再去念書 其實在2000年我去遊學完之後 到了2001年的時候呢 我有去 我有去美國 那時候我去美國暑假的時候呢 也去打工 其實當時心裡是在就是 在想著說 接下來畢業之後要去哪邊 就是念書念研究所 所以就會去澳洲還有去美國 那後來我選擇了去澳洲念書 因為我喜歡那裡的環境 然後還有那邊的人這樣子 所以就後來在2004年的時候 就決定在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繼續去了摸本念書這樣 嗯不對啊 你2002年就在那邊啊 那時候沒有啊 那只是遊學而已啊 2002年的時候還在遊學 2000 你講 你有點講錯了 我想到2004年 我是2002年 你剛講說2000到2001年 你在澳洲遊學嗎 對啊沒錯啊 沒錯啊 然後2002年 2001年 2001年的時候是去美國 後來我2004年 畢業全部都畢業完 大學畢業完之後 嗯 才出去澳洲 所以你2002年 看我部落格說人在哪邊 還是念書 還在台灣 喔你要說還在台灣喔 對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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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剛事件有點搞錯掉了 喔 我在台灣的時候就看了 然後後來又把你帶去了澳洲 繼續看 是是是是是 好 你在台灣念的是什麼 我念商 念商的什麼 商太大 企業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 所以你當你念商的時候 其實你就想要去國外念研究所嗎 對對 那是在大學的時候就已經設定好說 一畢業就要出國去念書 嗯 所以你那時候暑假的時候就是去美國打過工 想看一下環境怎麼樣 對 那你去美國打了什麼工 喔 我在美國呢 是在一家就是大型的遊樂園 有點類似 應該是迪士尼之後的一個叫Six Flag的一個 遊樂園裡面打工 嗯 那是打什麼工 而且你那時候為什麼可以找到這樣的 共讀的機會 你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這樣的資訊 嗯 其實當時是在學校的一個就是布告欄上面 看到呢 就是有這個機會就是現在 其實現在也一直都有 就是 只要是在學的學生 然後在暑假的時候呢 都可以去申請去美國打工 那只是在這前提之下要先去考試 那當時呢 我就是 我記得我只是抱持著就是說 欸 好玩的心態去考試 那想不到就是說 有通過了 考什麼 考英文的測驗 嗯 那其實不會很難 有點像 托福嗎 全民英簡吧 我覺得像英簡這樣子的程度 那他只要 就是確定你說 把你丟到美國的環境裡面 你不會就是 問路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問路 點東西啊 坐飛機 坐火車的時候 他只是要去確定你說 欸你在 基本的生活的時候 那後來考過了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消息告訴我一些朋友 那剛好有兩三個朋友 他們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一起去申請工作 那在 嗯 要申請美國的這個 就是 打工的這個工作啊 是 必須事先先找好工作 就是確定對方 有offer你工作 你才可以去 嗯 這跟現在目前就是 流行的澳洲的打工是不太一樣 澳洲的打工是 你可以先去到那邊 你可以先念書 或是怎麼樣才去 才到就是 先念書念完書 然後再找工作都可以 是比較free的 可是美國是不一樣 美國其實就像 申請的美國簽證一樣很麻煩 你要申請 就是去打工的簽證之前 他必須看到 就是對方有給你offer 就是有說 欸你可以到哪邊去打工 哪一個遊樂園 或者是哪一個餐廳 也有接受你的工作 可以許可之後 你可以才可以去 所以當時呢 我在2001年的時候呢 我就去了美國打工 這樣暑假的時候 可是你那時候在台灣 怎麼去申請那個遊樂園 給你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透過internet的搜尋 然後當然也會告訴他說 我有得到一個permission 就是說 得到一個同意書 就是說 美國那邊有發了一個later 給我說我可以去美國打工 那其實在每年暑假的時候 就是美國的一些遊樂園啊 或者是甚至國家公園 當時我找工作的時候 有考量到一些國家公園的工作 所以呢我就是search了之後呢 就是遊樂園在 他就offer給我這項工作這樣子 那所以你在那個遊樂園 做了些什麼事情 其實我做很多欸 就是從菊帆 從掃地啊 然後收錢啊 或是操作那些遊樂設施都有 會很辛苦嗎 會很辛苦 會啊會很辛苦 因為其實你說一整天都是要站著的 而且特別我是到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工作 我永遠都記得我第一天 跟我的朋友 到了亞特蘭大的這個城市的時候 我一下飛機我嚇到了 因為到了那個機場 全部都是黑人 一個白人都沒有 然後而且你也知道黑人就是 但是他們講話又是比較 真的是韓虎 對像 然後當時我其實是去美國是第一次 就是自己一個人跟我朋友兩個人 都是第一次自己出國 先前可能是參加旅行團啊 去只是東南亞地區 那所以到亞特蘭大的時候我嚇到了 然後呢就全部都是黑人 那我們要開始要找著說 欸怎麼到達就是 遊樂園 工作地點 對工作地點還有我們住宿的地方 那所以當時在到了亞特蘭大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後悔 他就想說我怎麼會把自己搞來一個 全部都是黑人的地方 印象當中的美國並不是這樣的 然後可是後來到了就是 到了遊樂園幫我們安排的住宿的地方 然後呢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之後 就覺得抱持著說 反正我當初要申請這個打工 就是要來冒險的 所以呢 既癌之則安之 那就留在就繼續在那個遊樂園裡面打工 那我在亞特蘭大大概打工的時間 大概有一個半月到快接近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今天也跟遊樂園裡面的一些黑人的同事啊 然後還有甚至他們那些遊客啊 就覺得欸每天這樣子去工作 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也知道遊樂園其實是一個還蠻開心的地方 每天看到那些小朋友或者是 甚至他們有時候爸爸媽媽可能是 給他們的生日禮物來遊樂園 那或是到那些 到那個遊樂園裡面的玩具店買個禮物給他們 看到他們每天看的這些其實是開心的 那回到家之後 因為他們給我們的住宿是包含的有 就是有餐 有那個廚房可以煮東西的 所以其實下班回家很累之後呢 就到超市買點東西自己煮 那其實當時也是大學生也不知道怎麼煮飯 通常一般都是 就是爸爸媽媽都是煮好 或是在台灣很方便嘛 所以就到了那邊之後 我什麼都不會 就是不知道怎麼煮 那跟就是跟同事啊 那我還記得當時我的室友有從波蘭來的 有從德國來的 也有從一些就是歐洲國家來的 那我就看著他們煮什麼 那也學學他們煮的 那我也分享一下說 欸炒飯啊 就是大家就是下班之餘 就是分享這些就是一起煮飯 一起學不同國家的食物這樣 所以那個攻讀機會是有很多國外的學生過來的 對 他其實是開放給很多國家 那其實台灣是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2001年的時候參加 那算是第二屆還是第三屆開始辦理而已 那其實這個就是開放到美國暑期去打工的 這個program的話 其實在歐洲國家已經行之很多年了 所以那邊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的pay是怎麼算 那時候pay 那我還記得當時的pay呢 一個小時是七塊到八塊美金 兩百多塊吧 大概是兩百多塊 還要扣稅嗎 還是不用扣稅嗎 但是我後來在澳洲的打工的話 當然就是不同看你申請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有些就是可以不用睡 所以在美國公讀的時候 他有限制說每個每一天就是八個小時 還是說你可以做更久還是 還是說他對這樣的學生來這邊打零工 這樣的東西他有沒有給你們什麼保障 還是說有限制你們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有在美國打工的話當然就是說 他也要保障他們其他就是當地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人工作機會 所以當時我還記得就是說 一週裡面只能工作大概就是約三十五到四十個小時 一個星期啊一個星期 就是五天嗎 沒有其實是七天 因為遊樂園六日不打烊的嘛 所以就是一個星期他工作 就是說他有限制你可能只能做三十五個小時 或四十個小時 所以有時候我就是可能有輪班 就是有時候是上下午班 或者是早班這樣子 OK所以那個時薪是每一週給你 週薪還是說日薪 你們領的還是月薪 其實不同的打工的地方呢 雇主都會有不同的就是給薪的方式嘛 那當時我記得我給的是週薪 因為當然你要趕快領到錢 你才可以有下個你才有生活費啊 對 所以你們自己可不可以進去裡面玩 當然可以啊 就是你沒上班的時候 但是通常你已經在那邊 每天都看的那些遊樂設施 就是我有試著去玩過 然後 也都不用錢的 那 那可是當時你就 就像你 你平常放假你會 你還會來上班的地方嗎 當時就覺得 嗯不會了 對啊 所以我有去玩過那些設施 因為 我記得那時候雇主有 就是在那個遊樂園裡面 他們有幾項新的遊樂設施 所以他們就叫我們這些stuff去試試看 去試玩這樣子 對啊 在那邊會不會有種族的歧視? 嗯 工作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說不多 但是還是多多少少都是會有 那我記得剛開始去 我搜 我還記得我剛開始搜贏的時候 因為有一次是大排長龍 那很多人就是要急著結帳嘛 那突然有一個人跑來 有一個黑人跑來說 欸他想要跟我換那個零錢 他突然插隊跟我說要換零錢 那他我就說欸對不起 我現在沒辦法跟你換零錢 那他突然之間就對我就是破口大罵 就是當然他也罵得很 就是講髒話或是什麼 那我也覺得 我就是當時就是眼淚都快掉下 我就覺得說欸我怎麼 為什麼我只是不換你零錢而已 你在大庭廣眾之下呢 就這樣子就是罵我 但有些我也聽不懂 可是我可以知道說他是在罵我 結果後來怎麼解決 後來就眼淚掉一掉 還是要後面還是大排長龍 大家都看著你還是要繼續收錢啊 那就那個老衣就走掉了 對就走掉了 那甚至有時候其實 其實你說種族其實有時候我看到 其實你說這打工可以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很多的 就像我在亞特蘭大其實 我也看到不是說他種族其實是黃種人 是他們當地的美國的白人 也會歧視就是有色的人種 包括說你是很明顯的 在搭公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說 欸黑人的旁邊有空位 跟白人的旁邊有空位 或是什麼他們情願去做白人 或是站著 站著 對 滿好玩的 好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來繼續聊 謝謝大家 下一段來繼續聊 按摩 謝謝大家 請坐 請坐